各位你们好,多谢大家一起参加这个online的Lecture Series 我的名字叫做Joanne,Dr. Joanne Yip 是从PolyU ITC的部门综及服装学系的 今天我讲的题目就叫做奥运和创新运动的服装 好了,今年原本应该是2020年在东京有个奥运会 很可惜,我们就要退到明年才能看 这段时间训练就停了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奥运的运动员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希望可以拿到金牌为国家争光 作为一个职业的运动员,结果当然是很重要 但他平时要做些什么呢? 当然少不了的就是训练,不停不停地训练 就算现在不能训练,他们也想办法在家里训练 饮食习惯、生活、作息 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是很重要的 当然他们一定是有他的抱负 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每个都是看着奥运、金牌 这个是他们的目标 但是当中也有一些是因为幸运,很幸运 这些就很难控制到 但我们可以控制到的,或者作为他的教练 他可以控制到什么呢? 当然就是利用一些现今的科技 帮他们去训练他们的运动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呢? 训练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比赛的工具 譬如跑步鞋、衣服 这些我们都可以叫他们做一个叫做gear 就是他们类似武器的东西 这件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就可以去探讨一下 究竟有什么新的科技可以帮他们做一个更加好的表现 这一个就是一件运动衣 我想你也很少在体育堂里会穿这件衣服的,是不是? 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 你更加没有想过自己会穿这件衣服的,是不是? 好了,但是一件运动 如果是一个比赛的运动衣来说 其实有两个条件是很需要的 第一,它一定要是穿了之后很有功效 如果不是你穿普通衣服也可以,是不是? 但是它在同一时间,你又要看下去要漂亮,要好看的,是不是? 世界各地有很多大牌子 大家很熟悉的Nike、Pilmer、Adidas都好 你会看到他们投放的资金去做一些R&D 包括研发一些新的可能运动衣服 其实他们用很多钱的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在一个这样一个国际性运动的比赛里面 这些运动衣服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好了,我们先探讨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件很厉害的运动衣服 你会是灵感是来自哪里呢? 会不会是来自大自然?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些,比如飞得很快的动物 游得很快的动物,会不会在那里拿到一些灵感呢? 应该会的 例如游泳 如果我想游得很快 鲨鱼,鲨鱼游得很快 鲨鱼来的时候应该会很害怕 究竟鲨鱼为什么会游得很快呢? 那科学家就想,鲨鱼游得这么快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东西呢? 就再去看看,鲨鱼表面的皮肤 看一下,有些感恩的结构 如果你看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的 就希望可以减低的水躲 让它游的时候阻力减少 假如我想我这件泳衣有这种效果 我可不可以做到呢? 可以的 那你会看到这件号称鲨鱼战衣的泳衣 就用了这个结构了 你看一下它的结构 它参照鲨鱼皮肤的表面的结构 就将它想一下办法 怎样可以放在一件纺绩品上 放在布料上 结果它就印了一些这样的模型 它的样子就像鲨鱼刚才那些轮片状那样的 目的很简单,就是减少水躲 所以这件泳衣它叫做SWIM TECH 即是高科技的东西 是一件非常厉害的衣服 你看到它帮它穿了之后 是可以快了一个mini second difference 你说mini second即是多少? 一,那就已经一秒了 当运动员不停地练 其实它都是想快一点点 如果有一件技术可以帮它游快一点点 其实它的分别可能可以很明显的 你看到在2002千年的时候 一位澳洲的运动员Suzi 你看到它穿了这件鲨鱼战衣游泳 其实它就拿到一个金牌 当然它有实力 但是这件衣服也可以帮到它真的游快了 这件鲨鱼战衣 你可以看一下其中的设计上面的一个细节位 它们在研究中 如果游泳的时候 其实怎么可以游快一点呢? 主要是想减少水的阻力 你看到阻力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在热的位置 空口的位置 甚至大腿的位置 都有机会在水流阻止的地方 于是它们在设计上面 物料的选取 例如拉链在哪里拉 如何穿 或者按住肌肉的部分 它就做了一个很细致的设计 结果呢? 就是这件了 在2009年你看到真的有人穿了出来的 怎样可以减少水阻力呢? 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有什么特别呢? 我不停留在这版本太久了 你们自己看一看 所以刚才的设计上面 你会看到某些位置它偷空了 原来它减少水流 它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设计 我相信从来都没有人穿过这样的泳衣 因为这样的原因 它游快了 它用了一个高科技 让这个运动员拿了一个优势 2010年你知道了 Finner就发觉不行 如果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泳衣 有些国家可能运动员没有这种泳衣的话 它们就不是一个叫做 fair的competition 就是不公平 于是它们开始制定一些regulation 就是一些条款 就限制运动员穿一些不是纺绍的材料 因为如果你不是用纺绍的材料来做衣服 它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是不行的 那这些纺绍的材料呢 就比如说梳绍布 针绍布 这些都属于一些传统的纺绍材料 是的 它们再限制了这个设计 因为比如说 其实平时男装的泳衣只是下身而已 但是那个沙儿泳衣 它是由头包到脚 那它也觉得这样是不合规格的 所以男的泳衣就限制它 由腿去到腿 就是半截 那女的泳衣就是一样 由肩膀去到腿 就不让你包上手臂 小腿这些部分 还有它也都限制了泳衣的厚度 还有它的浮力 不可以选一些物料 令到你自己浮多一些 那它都觉得这样未必是公平的 就有这类型的限制 但是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在材料上面 你真的选一些很先进的材料呢 你真的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响 好了 那怎样呢? 那其实呢 虽然它们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但是这件事 是不会阻止到那些品牌 继续研发 开发它们的泳衣 甚至乎运动衫 因为对它们来说 这些这样的研发 其实也是一样可以帮到 运动员去提升的表现 于是你会看到 它现在禁止了其中一个科技 那它们会继续研发 第二类型的科技 譬如这个呢 就是一个Svidal的泳衣 你看到它的形容方法就是 它用了一个单向拉力的技术 那单向拉力的时候 就是你游泳的时候 哪个位置最需要动动呢? 当然就是向前那种方法 譬如它挖的时候 那这个你会看到 它手臂的动作会特别厉害 那这样 所以one way stretch 单向拉力的技术呢 就可以帮它移动在这个方向的时候 就容许它有一个 我们叫做freedom of movement 不会限制你游泳的时候 好像困住你一样 但是 不只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我们在打横那边的拉力 控制住它 我们叫horizontal stretch 如果我们控制它 不是那么弹的话 那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它就会造成了 按住了肌肉那种的效果 那就是说呢 亦都可以控制到一个叫做 肌肉里面 比如动的时候 一种compression 压力 令到肌肉的效率 就是使用的效率 是会提高的 那就是你看到呢 这个就是合资格 可以参加比赛的运动 那就是男装的泳衣 那男装是这样的 女装是另外一个款 那样 OK 你看一下它的细节位呢 你就会看到 女装的泳衣 上身 OK 那它们会挑选一些 轻的物料 因为你游泳的时候 你没理由 这个物料很重 拖慢了 游泳手的进度 速度 所以轻的物料是必须的 但是轻得来又不容易烂 因为游泳两有就烂了就不行的 又要轻 又要有力量 还要耐用 所以在一个物料选取 是非常之重要的 同一时间 刚才我说过 有一个双向方向的不同的技术 一边很有拉力 拉得很劲的 但是另外一边 打横那边 就尽量不能动 那就做到我刚才说的效果了 它的目的都是希望 用少一点力 但是发挥到最大的力量 这个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游泳选手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Michael Michael Phillips 就是用一个什么类型的泳衣来看 你看到 在他的布料上面 有一个叫做压力 就是说压力 就算它练到整身肌肉多厉害都好 始终 肉移动的时候 它都会造成了一个水座 但是当你的物料有适当的压力 压着它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了它的表现 好了 现在来这里我想问 有没有人喜欢踩单车的 最近我都见到很多人出来踩单车 有没有人喜欢踩单车呢 你踩单车的时候 你会穿什么衣服的 有没有人会穿牛仔裤出来踩单车的 有没有人会穿牛仔裤的 咦 有啊 是不是 有人会穿牛仔裤踩单车 你说走街走开的 打算有空没有自己做什么去踩单车 是不是 有没有人会穿到一套这样的衣服去踩单车呢 我想都有的 因为他们是一些职业 或者真的很专业的运动员 那他踩单车的时候 就是他在提升 他在练习他的表现 所以呢 就是单车衣呢 单车衣和泳衣又不同了 单车衣有什么要求呢 如果你真的做一个设计单车衣的设计师 你会有什么物料 你觉得是对的 还有你怎么去帮他提升他的表现呢 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2016年 Laura的一套战衣 这套战衣有专利的设计 这套战衣有专利的 踩单车的时候呢 大家研究一下 哪一个部分是最大的封座 你会发觉 除了背部之外呢 原来就是两只手臂的这个位置 这两只手臂的位置呢 也都是会是有设计上面的考虑 那我们怎么可以做到他 封座少一些啊 减少个airflow啊 那样呢 原来他们就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 就是一箭嘴这样的设计 那这种设计呢 就好像reach那样 那样 那样 那样呢 就可以减少了个封座的 那这个呢 就是整个英国队呢 他们整个运动 他们的组织的那件衣服 那在这个运动的单车衣里面来说呢 那效果啦 那效果你见到呢 穿着这些衣服呢 它可以快了7% OK 7%是说的是多少呢 说的是差不多3秒 OK 3秒 3秒是不是很多呢 其实真的很多 他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他才可以快1秒2秒 那但是totally 可以快了3秒呢 这个呢 如果单纯是穿着这些类型的衣服去做到呢 那其实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数字 OK 好 那你见到啦 2016年呢 英国的单车队呢 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的 拿到6金4银 OK 2铜 total的奖牌数目呢 有12个的 不知乖不乖 它这件运动衣服呢 始终 这件运动衣服是一个卖点 那当然的卖点就是来自那些品牌 它设计的时候 它投放的 就是 那个研发的基金 拿去做这件事 应该都不少数目的 但是科技里面 真是确实到设计 物料选取 是可以提升到一些运动员的表现的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例子 游泳啦 踩单车啦 如果你游泳 又不游 又不踩单车 你会不会跑步呢 这件很多人喜欢跑步 因为呢 跑步可以听着音乐啦 跑步也可以很轻松啦 跑步也可以减肥喔 所以跑步也有很多好处 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跑步 那你见到呢 跑步的衣服呢 就有很多款式的 这件呢 我不买广告啦 那这套的衣服呢 其实它的特色呢 就是轻巧 弹性 主要是因为它想帮忙做些什么呢 就是都是说肌肉那边的 希望可以减少 比如我们说的 fatigue 没有那么容易疲累 运动员呢 其实是经常要练习的 练习和练习期间呢 它需要一些时间复原的 怎样可以帮它复原得好些呢 有时候那些运动员会穿一些 叫做 compression ligging 压力裤 那个压力裤呢 其实是帮助它们回复 然后再去下一次的练习呢 会快些 同样道理啦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一个 回复快些呢 其实都是一个物料的选取 跑步是一样的 你都不希望穿一些很重的东西 在身上拖慢你跑步的速度 轻巧的物料 弹性好 回弹力好 这些都是必须的 但还有没有特别的东西呢 作为一些大的品牌呢 它们会想如果它们在环保上面 或者可重用上面 有些贡献呢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selling point 来的 Nike 都是啦 你看到它们在这套衣服里面 它用了一个叫做 可重环作用的 Polester 就是一些迪伦的纤维 除了它的功效维持到一样之外 就多了一种环保的元素在这里 还有呢 跑步和游泳有些不同 跑步呢 那个多向性的动力是比较多些的 所以有些位置呢 你不可以只有一个方向有拉力 你需要可能这边和这边都有一个拉力 那在这里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呢 会做得顺畅很多 那在物料上面呢 它们就需要选一些叫做所谓的 Four way stretch 四边四围 都可以拉到 加上跑步很热的 那你就需要一些比较透气度高 排汗效果好的物料 其实有什么物料可以用呢 如果刚才说 不计划去禁止了 一定要只可以用纺织材料 其实原来做运动衣服呢 是有很多材料的 例如这件呢 它就用了一个叫做condom的材料 OK 这种材料大家都可以幻想到 它是一些很薄的 但是很高的材料 如果它拿来做了运动服呢 那个效果呢 就是动动得很好 而且它很轻巧 而且它也不会太容易烂的 当然这个呢 就不会在市场上面很普通的 或者你会买到 这些都可能是一些 研发的过程里面 一个比较特别的物料来的 那现在呢 其实是很流行一些 这些呢叫做 我们叫 wearable electronic 可穿带式的电子产品 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一些标 帮你量一下心跳 或者你会不会戴着标 然后走路几步你就靠着呢 我有些朋友呢 很有趣的 其实他不是很做运动的 不过他觉得呢 就是心理觉得呢 不太健康 走那么小路 于是他带了一只标呢 就觉得自己走来走去 就会健康一些 因为靠着它 今天走了五千步哦 那也好的 所以呢 其实 wearable electronic 现在在生活里面 你整天都会看到的了 OK 如果只是量一下心跳 量一下步速呢 这个实在太简单 而且都已经很够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会流行做瑜伽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做瑜伽 其实我很喜欢做瑜伽的 做瑜伽的时候呢 就是家里做和和别人一起做呢 有很大分别 分别在哪里呢 和别人一起做 有老师看着 如果你姿势不好呢 他会走过来 就是不适合 直一点 好像我现在这样 立刻坐直一点 然后可能我要弯地的曲线 可能我弯得不够低 那老师都会指导我嘛 但是现在我的瑜伽中心都关了 到现在都没开 那我想做瑜伽呢 就唯有在家里做 如果我真的想练习的时候呢 怎样可以帮我做得好一点呢 假设我现在穿那件瑜伽衣 其实它有一个姿势提醒的效果 所谓的戴上的电脑 我弯得低 不够低 它会提醒我 那它怎样提醒呢 如果你真的做这件这样的衣 它提醒你的方法就是手机 然后就在那叫 不对啊不对 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 你就在做你不会停下看你的手机 所以你在设计这件衣服的时候呢 要想一下怎么样提醒的用家 他才会容易明白 那它们就选择了用震 触对 因为震 就是会动 你 must lebih feel 因为很简单 假设你要弯低身 事情显生你还不太好 琴它就这样显出了 你回到震到刚刚好 它不再震,这个弯曲道就是你的理想姿势,很容易理解 所以现在的运动衣服的设计,除了它物料选取上面要做一些功夫 设计要做一些功夫之外,就开始加入这些叫做Wearable Electronics的概念 使用家觉得很新鲜,很有趣,或者觉得多了一样东西,愿意去买 你会看到这个Letsmart Licking,或者有Vibration这些功能都开始有 虽然不是市面上有很多,但是你会看到可能下年已经有很多 就是科技是走得很快的 好了,假设你要做一件运动衣服,其实譬如跑步 女士跑步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简犬合适的运动衣 为什么呢?其实跑步,如果你姿势不好,你可能会伤膝头 或者你跑得很快的时候,女性会伤害她的胸部 因为你跑的时候会有个振幅 所以戴一个正确保护好的Sport Bra是很重要的 Sport Bra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希望在你跑步的时候,尽量保护你的胸部 避免重复这样动的时候,伤害了里面的组织 但是运动的内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元素 就是你压住它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保护 会不会压得太厉害,令它不能呼气,不舒服 做完运动之后,你脱的时候会不会很难 其实里面有很多设计的细节是要去考虑的 另外就是因为一个运动的内衣设计很复杂的 这件有什么特色呢?这件的特色其实也挺创新的 它是用积的方法,一次过积到不同部分 一积出来就整件是这样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其实在物料里面 你不是全部都有同一个弹性的 例如某些位置,我们需要它没什么弹性 让它保护着 有些位置,可能这些位置我们需要有弹性的 所以整件衣服可以设计出来 用一部机积出来 其实这个牌子都算是很创新,是它开始先的 你见到现在我们的波鞋有很多款 很多颜色,有不同的花纹 但是你想想,其实几年前的波鞋 款式比较局限一点 为什么现在可以做到这么多款式 这么多鲜艳的颜色的图案呢? 就是它们开始用纺织机去织了鞋的面 鞋面再不是用传统的皮、胶 慢慢去车,慢慢整 是它一织出来,就已经是整个鞋面 所以在这个技术方面 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转蓝色、转款 所以你见到Nike那些什么细细的波鞋 其他牌子都很多的了 其实你会见到它们已经用了一些纺织材料 放在鞋里的了 好了,还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很多不同的牌子 这个就是一些叫做Compression的Active wear 压力三、压力负、压力密 可能你都会听很多 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压力呢? 压力的意思是否加到它 周深都是压力就好呢? 其实不是的 就是很简单说甜褲 为什么我们要用压力负呢? 就是因为压力负可以由小腿 循序漸进地将压力加进去 然后将血液更容易地带回心脏 所以压力是不应该平均的 它应该是逐渐由下紧 慢慢去到上面,没有那么紧 所以做压力的衣服或者压力的运动衣服 其实它的技术和它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好了,讲到这里都差不多时间了 那我总括来讲,简单说一下 设计一件运动衣服 尤其是如果是一些很专业 给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运动衣服 其实有三个元素的 如果你设计的衣服能够舒适 比人家可以平时都穿得到呢?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如果你设计了一个运动衣,它穿了之后 它会有多一个动力去做运动 比如你做瑜伽的时候,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就会觉得,我做瑜伽的时候是比较漂亮的 或者你跑步的时候,你的跑步衣很吸引,很抢眼 而且你有个功能在这里 你都会觉得,不如去跑步吧 这个星期没有跑过步 更加因为很多人很喜欢跑步做运动的时候 都顺便打一张卡 放到社交媒体里 告诉朋友们,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所以你的衣服就一定要有 fashion, design,漂亮的元素在这里 你看到这三个圈圈呢 是紧密地扣在一起的 因为只有你做这件事的话 你一件衣服才会多人买 和多人喜欢的 OK 好了,这里你会看到 其实运动已经是一个全球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运动三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运动三 你会发觉在这个市场 就是增长是增长得很好 原因就是大家都着重了健康 尤其是最近的疫情这么厉害 都是第一句问 我都是祝你身体健康 不过你说第二件事 所以大家越来越着重自己的健康 家人的健康 做运动是一个没什么成本 但是可以改善你健康的东西 所以做运动一定是一个推过 大家都会推广的东西 随之而来就是运动三 你可以设计一些运动三 平时比普通的人穿 但是你也可以走一个很高端 运动三是给一些比赛人的用 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之大 我甚至看到现在的公司老板 平时会穿西装的 现在他们都穿到很轻便的 穿波鞋 可能黑色的波鞋 但是都是波鞋来的 平时穿西裤的 现在是穿一些轻巧的运动服 这些文化真的越来越普及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社交媒体 你看一下 你就会发觉不难发现 运动三 运动的这些是一个大的趋势 今天讲的就是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便在Q&A的时间发问 我们会尽量回答你 好的 是的 好 这位同学就想问 这位同学是同学 想问 如果衣服太紧会影响运动 嗯 会的 你想一下 你想着穿一件为了提升你表现的运动衣 那你穿一些很紧的 但原来你不习惯 又或者你选错了尺寸 你以为越紧越好 越紧就越有功能 但是呢 有机会你不适应它那么紧 或者根本的尺寸不对 你跑一下跑一下的时候 你的血液循环得不好 那就反而可能会令你抽筋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你本身不是做运动 你就不要突然间买一件很厉害的压力衣 或者什么 就觉得自己脚了这件衣 就会变成超级运动员 不会的 未会住 你要先训练一下 那慢慢程序漸进呢 你就应该可以做到 到时你就会换一个 慢慢慢慢你就会对件三月来越要求高的 但是开始呢 你就抱着大家都是 如果你平时很少做运动 你先提起自己的兴趣做运动 穿一些自己觉得舒服 还有就是可以有功能的东西 比如排汗好的 那慢慢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 你真的很适合 譬如你真的踩单车 怎样可以提升表现的 那就是到时再选择 好 看看 会不会全身的PU的泳衣 有个同学 有个人问 有个听众问 就说 用一些叫做全身 都是用一个叫做 我们PU是一种塑胶的物料 用来做泳衣 会不会是禁止了呢 是 因为刚才说过 泳衣主要都是要用一个材料 是纺绩材料 纺绩材料 纺绩材料分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 的 人造纤维里面 譬如尼龙 弹性物料 这些呢 它虽然都是类似塑胶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传统用来做泳衣的材料 所以那里是不会禁止的 OK PU呢 其实就是一些弹性的物料 它其实是在泳衣里面 都是一个必须的成分 但是很少整件都要100%是PU 因为这样就很难做到泳衣 而且它的内容程度都很低的 嗯 嗯 好 希望回答到这位的问题 嗯 看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 是 嗯 好 哦 是啊 哥尔夫头有没有什么特别 打Golf呢 我就看到它们休闲为主的 就好像穿得很紧身 但是哥尔夫头呢 它们的衣服开始加了多一些感觉 譬如可能有GPS 知道自己去哪里 那或者其实它会捉住自己 譬如可能和哥尔夫头的衣服呢 很多很多都会加一些防UV的 就是紫外光可以抵抗紫外光多些 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户外 它很有机会呢 就是接触了很多UV light 紫外光对皮肤不好的 那我看到呢 其实打哥尔夫头的衣服呢 一定是多数会加一些 就是UV protection的材料 是 好 看一下 哇 如果怎么样 有个同学问 什么叫做condom material 就是避孕套里面的胶 其实它的弹性是很高的 它的油印度很高 但是它也是一个很薄的物料 假设如果这个材料 你成功用来做运动衣服 正如刚才我说的 我们在找些什么材料 很轻巧的 可以穿下去不会增加任何重量 因为整个运动员可以跑快一点 当然它不会用那么薄 因为很快 很容易穿不到的 但是那种物料 其实就是一些 你可以当它是一些 好像我们一些 比如PV PV PU 等等的东西 它不是1%的 它一定会混合其他东西 然后做到一个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同学问 如何去洗一些 可穿大的电子产品 可穿大的电子产品 有些真的可以洗的 因为它的铜线电线 其实它已经藏在纺织品里面 很好包 就是很好已经包住它 所以你洗的过程 是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电子产品 就可能某一个部分 你洗之前要拿走 用的时候才放回去 这两种都有在市面出现 是不是训练? e-text是训练来的 真的是训练 因为当大家都在做不同材料 不同设计的时候 突然间某一个牌子出了一些 一按键你跑快一点 我都马上去看一看 你未必去买 但至少会吸引了顾客 去看看是什么 已经 就是训练已经很闷了 已经 所以有些什么新鲜东西 有些什么秘密东西 是会令到别人增加了兴趣 走去看看 赛车衣服有什么特别? 如果说赛车衣服 赛车手 其实就在车里面 它不需要挡风 它不需要减风速 但是反而它因为坐在车里面 它舒适或者是贴身 可以了 但是我发现赛车手的衣服 它们通常就是选 要帥哥 要有型 因为它走出来那一刻 拿奖那一刻 就有很多人欢迎它 所以你发现赛车手的衣服 主要是型为主 功能上 我想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不过可能排汗 舒适的那是重要的 不然它在车里面 都是一个很大的运动量 你都需要一个舒适的运动衣 给它穿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运动内衣的秘诀? 好啊,其实长期穿 我不会建议你运动内衣是每天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压力压着它 你未必会 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胸部 尤其是发育等的少女 所以运动内衣 最好在运动的时候才穿 如果你想穿一些舒适的内衣 每天都穿 反而你就有一些每天的衣服 可能它没有钢圈、没有什么 都可以,你可以长期穿 但是真的运动内衣 其实就分三种的 我们叫低影响、中影响和高影响 就主要看你做什么运动 譬如你打击球组织 动得很劲的 那你就买高影响 但是你做一下瑜伽、走路这些 那你就选低影响 不用那么紧的 红外线物料有什么用途? 软外红外线主要是帮手发现 令到身体暖一点的 如果加了软外红外线的物料 它就可以令到血液流通 就是说是这么说 就要看科学证据是不是真的这样的 一般来说这些软外红外线的东西 作用是一个叫做保暖 和增加血液循环好一点的 但是在运动衣服里面加了这些东西 就不常见的 不常见的 为什么打高手的手套要那么紧 因为我还没打过高手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这个设计很紧 主要是想避免你的手指 这些组织 当你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扭弄弄弄弄它 所以当一样东西越紧 或者在它设计 我们人体工学的设计里面来说 它要做到某些 譬如它组织这些位置不弄弄 它可能就是某些位置 它要你困得紧 因为打高手 我幻想一下 打高手手指不用怎么动 所以它可能避免你这些手指 关节受损 所以它那么紧 我猜的 因为都是那句 我没有打过高手的 有没有Sport Bra的推荐 这个我们不是讲过的 你们可以上网看看 好了 循环作用的Polyester 是好的 Eco-friendly, eco-design 我想尤其是三 你知道它气质 是对环境、对地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用得到一些环保的物料 就可以帮到地球多一些 所以很多牌子都会开始推出一些 Eco-friendly, eco-design的东西 好 我今天回答最后一条问题了 因为时间都差不多了 之后可以继续问的 但是我们就回答最后一条问题先 Wareable electronic的产品 它会不会增加了整件衣服的重量 有啊有啊 会啊真的会的 怎样平衡啊 好了 假设如果这件运动衣 它可以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不过它会重了些 它重了些 我例如怎么说 譬如你跑步的时候 整件衣服可以掌握了你 捕捉到你的运动姿势好不好 OK 因为你是训练那一刻 你想知道自己哪个位置做得不好 假设这件衣服是真的用来量度你这个 它虽然重了些 但我想你不会介意的 为什么 因为你很想了解自己 跑的时候姿势有什么不好 那就OK的 但是如果你因为加了个重量 你为了是量一些 不是可有可无的数据呢 那那个消费者 或者用家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背个这么重的东西 然后扯我拿个AI什么的手机 我都可以量到这些 那它就会衡量 它就不会买你了 所以作为一个开发这些产品的设计师也好 或者研发人员也好 一定要平衡物料 OK 设计和用家之间的关系 你不可以为了发明家 不停加一些新东西 其实你就没有想过用家 会不会接受 这个平衡在这里 好 那是否时间都差不多呢 那我都可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再继续问呢 我都在这里的 那大家可以继续问 咦 咦 还有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就是问 sport bra 怎样可以选 怎样选 紧一点还是松一点好 OK 那我们回到 为什么你要戴sport bra sport bra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你跑步 做运动 kickboxing 打 tennis 什么都好 你希望减少你的胸部 在做运动的时候 它上下前后各样方向的移动 有机会会伤害到我们的脂肪的 例如我们的脂肪的层 它的脂肪 就是它们的印带 这些这样的位置 你不想它移动得那么厉害 令到它受损 有时候呢 如果做这些运动呢 真的很剧烈呢 你会发觉你的胸部有点痛的 OK 那紧 sport bra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可以稳定它 固定它 等它跑的时候呢 尽量减少了它上下前后 动得那么厉害 那么紧一点还是松一点呢 就很个人的 你穿的时候呢 首先你一定是选 你按住你的活动 你的运动是一个高中低影响的运动 然后去做 第二样东西就是个人感受 你接受到很紧 你觉得要很紧才很安全的 你可以紧紧一点 但是如果不是 你说不行啊 我很紧 我真的不能呼气 你就要适当地调松它 可以教一下肩带 如果有些款式可以教到 或者它的背购 这些可以调教的 都可以微调 去令到自己做运动的时候舒服一点 那么今天呢 就这么多了 那我也希望答到你们所有的问题 多谢大家参加这个PolyU&U的 Online Lecture Series 嗯 我看到还有些人有些问题 不如我解答大家先 有同学就问 有人问 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一些叫做不用清洗的物料 那可能他觉得不用清洗 就在运动里 那我们叫做自清洗 这个是什么物料来的呢 这种物料呢 就是一些 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自清洗呢 假设如果你件衣服 或者你的东西脏了 如果它可以自动清洗 是不是很好呢 是的 但是怎么可以为之自动清洗呢 就假设你一些脏东西 你藉着一些媒体 比如说阳光 紫外光 我将它脏的东西可以分解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一个自清洗的效果呢 现在都好像有人用了一些叫做光烛煤的材料 用来做在口罩里面 其实都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就是藉着这个这样的液体 这个物料 接着所以上面有一些 譬如细菌在上面滋生 或者可能是一些骯髒的 尤其是一些细菌 那它可以藉着这些光灯 它可以分解回 和可能杀灭了这些细菌 那它都可以达到一个叫做自清洗的效果 自清洗的效果 就是变得很臭 或者霉了 那加了这种的材料 或者那种的液体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便为之一个叫做自清洗 好 那另外一条问题 就问 有没有想起 怎样可以整件衣服是更新的 有的 所谓的更新的 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譬如假设你的衣服 或者那个运动衣 用久了 那你棄置之前 你想想它可不可以重用 怎样可以重用 假如那个物料是polyester 这些滴龙的成分 如果我们可以收集它 再去做recycle 再变回一个recycle的polyester 那我们又可以继续做布料 然后又再做件衣服 这种的方法 就为之可重用 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应该是可以可重用的 但是如果你用了 譬如你这样随便扔了它 或者你这样扔了它 可能里面有拉链 可能有polyester 可能有些是棉质 它们的分解时间不同 那你变成你这样摆了它 其实就是等它慢慢自然分解 那这个便不可以重用 所以设计这件衣服的时候 如果你假设你想整件是叫做renewable 你会不会在这些细节里 都去想一下它分解的时间 或者重用回收的时间 可以怎么做呢 好了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问究竟关于压力物料的资料 所谓的压力物料 就是compression 刚才我说了 譬如有些人坐飞机 他们会穿个压力物的 原因就是因为你长期坐在这里 那些血液流不回到心脏 那就在脚里累积了 那这个都会造成了一些 静脈曲张等等的问题 或者你站得多 那些血液都是向下流的 那也上不回去 压力物压力库的作用 就是希望可以将压力 由下至上去给回 然后那些血液返回到心脏 压力物料其实主要就是一些 很高弹力拉力和回弹力的材料 那你要幻想一下 其实你要很大力才可以拉开它 所以你穿下去的时候 它很紧的 它就会缩了下去 但是当你脱和拉开的时候 它又有一个很大的延伸度 那你才可以穿上去和脱下来 压力的材料主要都是用这些高弹性的纤维 配合一些人造纤维 再加上布料的组织 那才可以做到的 是比较复杂的 不过如果有兴趣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问 可以慢慢去学一下看看 那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纺织材料里面 一些技术层面要学的东西 那希望今天大致上 全部的问题都可以解答到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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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